10月8日,时尚圈可谓清朝出动,国外有TMA颁奖典礼红堂,国内有Vogue活动。 Vogue设有两个专场,一个在内鱼,一个则在台北时装周。 本届台北时装周可谓是众星云集,不仅有台湾著名的超模们还有邀请了修杰凯、Alan、陈佳化等明星。 今天,剧军夜现身台北时装周,一时间也是吸引不少人的围观。 因为剧军夜现在和大S可是娱乐圈的热门人物,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让网友们非常关注。 不过一向都是时尚达人的大小S姐妹,这次却不见身影。 小S自10月4号确诊新冠后,就停止了所有公开活动,目前在家中静养。 大S也并未和剧军夜一同参加本次时装周活动。 两天前,10月6日,是大S徐希元的46岁生日,剧军夜在现场记者的追问下,透露了为派太庆生的甜蜜细节。 大S很早就警告过新任丈夫剧军夜,表示自己不爱过生日,让对方千万不要给他安排惊喜派对。 以前,汪小菲是绝对不听的,每年都高调为老婆庆生。 剧军夜的风格明显跟汪小菲不同,他尊重大S的个人意愿,所谓的庆生就是跟妻子出去吃了一顿晚餐而已。 剧军夜说,两人选择了一家很好的餐厅,在一起吃了个饭,被问到有没有给派太献上亲吻。 剧军夜略显腼腆,连说,有啊。 当然,剧军夜表示每天自己和大S都会亲吻,然后出门,自己现在很幸福,真的是很幸福。 言语中都能够透露出自己对大S爱意。 剧军夜笑颜,他很尊重太太,身上的服装提前给大S看过,太太说很好,他才放心穿出门,夫妻间的小情趣就这样曝光了。 台北时装周邀请了阿勒,陈佳化,修杰凯,孟耿如等明星走红毯,剧军夜身穿Burlbear压皱登场,与大小S关系不错的阿勒不断为姐夫尖叫,场面搞笑。 当天剧军夜穿着花色的衣服,并且还是将衣服搭在帽子上,这个穿搭还真的是很时髦很另类。 看来,剧军夜一直都是走在时尚的前端,毕竟剧军夜本身就是制作时装的,想必对时装的要求和审美还是很有独到的见解。 不过剧军夜表示自己每天出门都是大S帮他选择穿搭,自己也不想花太多心思,毕竟自己很相信自己的老婆眼光,所以大S给他选择什么样的衣服穿搭,他都是赵佐。 不得不说大S和剧军夜还真的是很恩爱,剧军夜也是十足的相信老婆。 剧军夜本人对这套造型似乎颇为满意,在采访中他还透露了自己的搭配心得。 同时,剧军夜表示自己现在和大S很幸福,每天都会做很多他们喜欢的事情。 剧军夜更是表示自己也没想到现在不仅收获了幸福,还收获了那么多的粉丝,对自己的事业上有那么大的帮助,这些都是自己没有想到的。 回到台北的时尚盛会,剧军夜看到Alice,很有礼貌地向对方鞠躬示意,根本没把自己当成前辈,态度很谦卑。 在与主持人互动中,剧军夜还表示妻子大S对他的搭配也葬不绝口。 剧军夜在现场还和主持人畅聊,一度笑得开怀不已。 红坛主持人呃呃开玩笑让剧军夜做美,不知道身边还有没有跟你一样帅气的男子介绍给我。 剧军夜没有害羞,他大方接招,先回一句当然,接着补充说,但像我这样的年纪也没关系嘛。 姐夫自嘲年纪大,自信幽默赢得全场掌声,其实他才53岁,也不算很老。 现年53岁的剧军夜其实不仅歌唱得好,年轻时是韩国出了名的舞王。 同时,剧军夜在艺术方面也有着一定的造音。 剧军夜大学时就读的是美术专业,在绘画方面很有天赋。 除了绘画之外,剧军夜还非常擅长拼帖。 所以,开过服装店,自己做过设计师的剧军夜在服装搭配上很有一套。 虽然剧军夜在韩国早已成为过季艺人,但是他却一直是韩国娱乐圈的时尚潮人。 得益于剧军夜的艺术才华,他的穿搭极具变时度。 剧军夜喜欢宽松舒适的服装,再加上他独特的叠穿方式,往往平淡无奇的衣服搭配起来都能显得格外与众不同。 而且也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。 剧军夜和大S结婚后,定居台北,所以他的一举一动,穿着打扮也都被大家极为关注。 所以才能被台北时装周邀请出席活动。 他的情史早就拔得底朝天,据说他在韩国被称为花花公子。 但他自己承认只有两段恋情,一顿是和大安,一顿是和李志亚。 和李志亚由于种种原因没能修成正果。 和大S二十年前,服从公司的安排,与大S分手。 那时他是最红火的时期,为了事业不得不放弃,最后和蔡炎传出绯闻。 这个蔡炎与剧军夜市同意公司签约的一人,彼此格外熟络。 由于二人私下多次被媒体拍到举止亲密,所以被外界猜测疑似有过交往。 但是对于这段恋情,剧军夜并没有公开承认过,到底他们是什么情况,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 可剧母则对这段绯闻恋情信以为真,而且对蔡炎格外偏爱,她比较喜欢蔡炎,并且还公开表态支持儿子将蔡炎带回家让她看看,言语中透露出对蔡炎相当满意。 不过这段绯闻无疾而终,此后剧军夜就鲜少传出有女友和绯闻,专心搞事业,这可筹划了剧母,希望她结婚生子。 当她传出于大S结婚的消息后,剧母表现出很不满意,二婚又不能生孩子,与剧母心中理想的儿媳相差甚远。 他们这段婚姻至今没有得到剧母的祝福,大S对于剧军夜而言可是相当的重要,因为大S不仅让剧军夜人生中得到幸福,也让剧军夜事业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,网友们都调侃大S让剧军夜遇到了人生的第二春。 剧军夜也是表示大S给自己带来了好运,此前,剧军夜就透露过,他会为妻子定居台北,接下来的事业重心也放在了当地,不管音韵,时尚,艺术各方面,我会尽量做出更精彩,更好的表现给各位看,非常谢谢大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